大家好 在上一期的做吃西餐的节目中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款鸡腿的做法 其实鸡腿在美国是最便宜的 但便宜不等于没有营养 也不等于不好吃 可能是美国人觉得这种食材 物美价廉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验 而得出的最终的结论 美国人的这种傻白甜的想法 可能是与中国人有所不同 因为中国人的美食观 可能是一种探索性的 喜欢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食材 你尝来尝去 最终能够拿上餐桌的 无非还是那么几种 堵了以后 反而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所以我认为 食材还是要基本固定几种为好 过多的食材选择 会让人陷入到选择中和正中 造成每天都在琢磨同一个问题 今天吃点啥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最好还是在固定的几种食材上 变了手法的来改变它的做法 比如今天 我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款 鸡胸脯肉的做法 因为鸡胸脯肉 是美国人最为常见的家用食材 好一些品质的鸡胸脯肉 大概就在每磅三美元左右 还有一些平时打折的就更便宜了 每一磅才一美元多 这个价格应该是相当便宜的了 如果用这种食材来制作成不同的食物 或许是一种更加多块好省的办法 简单讲就是 美国人他不喜欢在吃的方面 花太多的心思 养成自己饮食习惯 坚持少吃 我认为就是最健康的饮食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的做吃西餐节目 就为大家介绍一款鸡胸脯肉煎饼 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来处理鸡胸脯肉的 首先要我们准备好上好的鸡胸脯肉 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改刀 把它切成小细丁 切好以后 把它倒入玻璃碗中 然后加入这种马扎猪的起司 接着打入两个鸡蛋 随后再加入一点奶油起司 再加入一些面粉 随后就是荷兰芹 盐 胡椒 这些基本上都是美国人餐食中的 固定的几种调料 接下来就进行均匀的搅拌 搅拌好了以后就把它放在旁边 我们接着准备下一道工序 先准备好一个平底锅 倒入适量的橄榄油 橄榄油就是美国人的最爱了 不仅非常健康 而且还没有油烟 随后我们就把调好的鸡肉 倒入平底锅中 这道工序就有点像我们的煎饼 这些操作都是非常简单的 没有什么任何的技巧 每个普通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家中 做出这样的美食 一面煎好了以后 我们把它换一面 看起来这个颜色 还是相当诱人的 我觉得任何东西 如果加上了起司 可能就改变了它的风味 所谓西餐西餐 就是永远都离不开起司 煎好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盛起来 放在碗中 这样一道简单的美食 就大功告成了 通常情况下 美国人喜欢蘸这种美奶汁 一种咸咸的调料 反正平时我是特别喜欢吃 每天的烤面包片 是绝对离不开它的 另外一种 就是这种番茄酱 蘸番茄酱吃起来 也特别有味道 这款鸡肉的做法 之前我也做过相应的介绍 今天再次强调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一定在家里 尽量做那些 物美价值的食品 能在家里吃的 绝对不要到外边吃 能自己做的 绝对不要买外卖 一定要吃经过 大众认定的食材 千万不要吃那些稀奇古怪的食物 因为任何稀奇古怪的食物 拿上那些不正规的部位 吃多了以后 绝对会影响人的身体 上述我所讲的这三个基本原则 就是我本人的切身体会 我们绝不能拿自己的生命 拿自己的健康去尝试 更不能因为食欲 而影响了自己的健康 否则就会追悔莫及 好吧 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播放到这里 希望大家关注转发和点赞 谢谢各位收看 这个节目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